好了,首先欢迎各位同学来到我们清真教育网上的一个VIP免费试听课 然后我是本节课的一个主讲老师,我叫自由 本节课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案例的话是爬取我们A站视频网站的一个数据内容 这个网站的话它是一个M3U8的一个视频格式啊 当然我是已经分析过后才告诉大家这一个结果 等一下我们在讲解的过程当中会教大家怎么去分析啊 为什么你能确定它是一个M3U8的一个视频格式,对不对 然后我们今天所使用的一个环境以及模块的话都有写在这里 我相信同学们已经看过很多遍了 这里也就不再过于多的一个讲解了,好吧 然后其实比较重要的一个点的话 就是对于本节课所讲解的一个内容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你可以直接在公屏上面提问 就是我们课中讲的一些东西啊 不懂的话你可以问,哪一行代码不清楚你也可以问,好吧 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什么的,不要跟着我们敲代码 千万不要跟着敲代码 因为你敲代码的话会跟不上啊,会跟不上 然后先听懂思路是最重要的 客户的话可以去找我们募资老师,对吧 你可以添加一下他的微信 然后呢找他要一下我们客户的录播 然后再自己去写代码就好了 OK吧,我是朋友推荐过来没电脑 没电脑的话那你可以先听课啊,听思路 对吧,听完课之后的话后客户 你可以再自己去复习一下,OK吧 好的,这就是课前给大家做的一些简单的一些介绍啊 一些相关的资料的话也可以去找我们募资老师的需要 看课之前的话问一下各位同学的一个学习情况啊 零基础同学的话你就扣个零吧 然后有基础的同学你就扣个一 什么是有基础呢 有自己写过爬虫的 有自己写过爬虫的 爬虫案例的话你就可以扣个一 抄代码不算啊 抄代码不算 零家没电脑 零家没电脑可爱心啊,同学 还是有很多同学有自己写过爬虫啊 但也有很多同学是没写过啊 这哦和和扣零是有点过分的啊 同学,咱这里不支持 伴猪吃老虎好不好 不支持伴猪吃老虎 那对于这些零基础同学的话 一定要认真听啊 一定要认真听 就是我们怎么去分析的 怎么去做的 怎么去写代码的 一步一步认真听 不懂的话你可以随时在公民上面提问 那我们讲课的话 就给大家过一遍我们的一个 什么呢 本节课 上课的一个流程思路 流程思路 这个思路的话相对而言是比较重要的 对于我们零基础同学来说也比较重要 有基础同学也比较重要 为什么呢 它就是我们爬虫最基本的一个思路流程 思路流程 思路流程 像我们去做爬网站 无论说你是今天我们带大家去爬的是这个A站这个视频网站 还是说B站 还是说其他的 像有些同学说想爬腾讯视频 或者说腾讯课堂的 对不对 你都是可以按照这一个思路流程去分析 好吧 然后他这个流程的话主要是分为两个大块 第一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数据来源的一个分析 这个是最重要的 这个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们做爬虫的话 只有当我们知道数据是从哪里来的时候 我们才能通过代码去对它发送请求 然后从而获得它相应的一个数据内容 对不对 那这个分析的话 是分析是要分析什么呢 我们要去分析的话 就是A站的一个视频内容 视频的一个播放例子吧 可以从哪里获取 对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就是A站的一个视频标题 视频标题 我要视频的话 我视频标题肯定是要的 那这两个东西的话 我们应该是去哪里去分析呢 怎么去分析呢 就是通过我们的一个开发者工具 进行的一个抓包 抓包分析 这个抓包的话 是指的是抓取网页的一个数据包 好吧 那这里的话 我们就去带大家去先分析一下 我们想要的一个视频的话 可以从哪里获得 我们就随便找一个网站吧 随便找一个视频好吧 我们 全站排行榜吧 全站排行榜 随便找一个 一般跳舞的话 会大家比较喜欢 那我们就爬跳舞的吧 好吧 这个的话 一共 这不回头还好 就留个背影就行了 对吧 一共的话是我们的一个 1分27秒的一个视频内容 对不对 就是我们先要对它 这一个视频数据进行采集 那怎么去做 首先鼠标右键 点击我们的一个检查 选择一个network 对吧 像这一个网站的话 我们就看一个背影就好了 选择network 选择network之后的话 它是有挺多数据加载的 但是我们需要给把它 为了防止我们后面的一个 对吧 一个分析的话 我们一般会首先给它清空掉 首先给它清空掉 你礼貌吗 对吧 背影杀手 对吧 既然大家觉得是背影杀手 我们换一个吧 好吧 换这一个 好吧 我们先给它清空掉 网址的话 给大家发一下 给你们发一下 对 网址给你们发一下 清空之后呢 我们可以刷新一下这个网站 刷新一下这个URL 刷新之后的话 它就会给我们加载出 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数据内容 你会发现 这个数据的话 你们有没有看到 它很多都是这种 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一个数据内容 像你如果说看到 有很多加载这种 一样的一个数据 其实你要留个心眼 要留个心眼 像这个的话 其实就是它的一个视频面段 当然我也不确定 但我点击这个URL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一个东西 在这个URL 在这个URL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一个东西 有一个什么 702P 以及有一个 00010.ts的 这个网页 像这种的一个视频格式 前面的话 702P的话 我不用多说吧 它是一个分辨率 对 这个00010.ts的话 这个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ts的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 二进制的一个数据内容 是一个二进制的 我们在这里面看到 像这种乱码的话 它都是属于一个 二进制的一个数据内容 那它的话 具体是什么呢 对吧 我可能也不知道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复制一下这个URL 复制一下 在我们的一个浏览器窗口 新建一个 打开 对吧 回车一下 回车之后的话 它会给我们下载一个 点txt的文件 有同学就有点疑惑了 老师 你今天不是爬的是视频吗 为什么抹下的这个 它变成了一个tst啊 我告诉你啊 它这个的话 像以前啊 以前的话 对于这个网站 它其实是一个ts的一个文件内容 但是它现在已经变成一个tst 为什么呢 原因在于就是 为了迷惑大家 它就是为了迷惑你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的一个后缀 改一下 你改成NP4也行 打回车一下 它其实就是一个视频片段 看到没有 它其实就是视频片段 它为什么是变成一个txt 主要就是为了迷惑大家的 就有很多同学 是个文本 对吧 那肯定不是我们想要的 那我就pass掉了 但是其实它是我们想要的 它只是一个片段而已 那这个片段的话 你会发现啊 它一共只有几秒钟啊 它只有五秒钟的一个时间 五秒钟 我们整体的一个视频长度的话 它是有多久呢 它是一个一分十三秒 一分三十三秒 那证明的话 这种像这种的一个视频格式 就是被我们统称为一个M3U8 它就是把整个视频 分为很多个很多个小片段 五秒钟有些人就够了 对吧 同学你们怎么这样 五秒钟够了 五秒钟就够了吗 没那么夸张吧 对吧 脱裤子都要两三秒 对吧 你五秒钟就够了 那真的是 你可太牛了 太牛了 太牛了 好吧 它就是分为很多个小片段 那这些小片段的话 在哪里呢 我们可以给大家去 复制一个UR 复制一段参数 可以在我们这一个 在我们这个片段里面 在这个片段里面 复制哪一段呢 复制前面这一段 复制.ts前面这一段 然后我们搜索一下 搜索一下 然后搜索的话 我们把这个10 对吧 给它去掉 回车 回车之后的话 你会不会发现 它是不是有很多 对吧 从我们000 001 002 然后003 一直到我们的 什么18 这个说明什么 可能说 这一个视频 它是一共是分为了 18个这种 ts的一个片段 就是视频片段嘛 来给大家稍微写一下 分析 对吧 通过分析可得的话 我们的一个视频内容 是被分为 很多个小片段 分为 很多个一个ts分件 就是视频的一个片段嘛 大概的话 大概啊 可能说是5秒钟 对吧 5秒左右 做了一个视频内容 但是 当然了 它不是说 每个一定是固定的 一个5秒钟啊 不一定啊 不一定的 所以说它我们只是看了一个 大概是5秒钟左右的 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想要的 视频内容 那我们现在要找的话 我既然知道 它是分为了很多个ts文件 对不对 那我就要知道 对不对 会不会 对吧 有一个文件 或者说呢 一个url 呃 就是保存了我们 所有的一个ts文件内容 有没有这个文件呢 有 这个文件的话 就是我被我们称作为 一个m3u8的一个文件内容 这个m3u8的话 它就会把我们所有的一个ts片段 给它放在一起 那这个m3u8怎么去找呢 其实在这个里面是有的 在哪里呢 嗯 这个地方是没有对吧 没有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搜索一个m3u8 直接搜索一个m3u8 对吧 按正常的话是什么情况呢 按正常的话 你可以直接搜索 这个视频片段里面 一个参数就好了 就不用加上那个 呃 720p 不用加这个 加前面这一段参数就好 就复制前面这一段参数 它就会有一个专门的一个m3u8的一个URL地址 在这个地方 看到没 这里是不是就有一个m3u8 我们点击进去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服务器给我们返回的一个响应数据 响应数据 这个响应数据的话 那在这里面是不是就有我们 一共是什么 0到18 一共是19个视频片段 对不对 那我们想要的这个ts文件 是不是就可以都在这里面找到了 好吧 你检查是中文就是中文啊 同学 对吧 你为什么 你的是中文的话 为什么不是网络呢 用的浏览器不一样 我用的是什么呢 对吧 我用的是谷歌浏览器 然后你点的是元素 你应该往后滑一滑 这个是元素 这个是控制 然后这个是网络面板 同学 对吧 你检查是中文 是在这个network 你把它展开 你要想一模一样的话 那就是你要用谷歌浏览器 好吧 OK吧 这里面的话 就有我们想要的所有的一个ts文件 都在这里面 那接下来的话 又有一个问题了 第二步 对吧 既然我们已经找到了 找到了一个m3u8的一个文件 那我肯定干嘛呢 我们不能说 我要去爬一个网站数据 我难道每一次 我进行一个采集的话 都要干嘛呢 都要打开这个开发者工具 然后进行一个采集吗 然后去分析 它的m3u8是在哪里 这样子肯定是不好的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去分析啊 去分析 分析 这个m3u8的一个文件UL 可以从哪里获取 从哪里获取 对不对 那从哪里可以获取呢 那我们继续到这个地方来看 我们在搜索 这一个关键参数的时候 搜索这一个参数的时候 它除了这一个ts的一个文件以外 除了这个m3u8的一个文件以外 它还有一个 它还有一个东西 还有一个这个 那我们点击一下吧 我们点了之后的话 它这里是不是有一个高亮的显示 在什么 第85行 在这个第85行 这个里面的话 就有我们想要的一个什么的 m3u8的一个视频地址 m3u8的一个文件地址 我们滑一滑 看到没 这不是有一个ts吗 它在这边的话 是有一个专门的m3u8 我直接搜索吧 我滑的话太难滑了 我直接搜吧 对不对 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里是不是有 这个是360匹的 这个是360匹的 就是一个分辨率 那它前面的话 应该还有更高清的 我往前滑一滑 它应该还是有 更高清的一个画质 那这个的话是720p的 那么再往前滑一滑 对不对 这个是还是720的 它有挺多个的 是吧 这1080了 就相当于 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的话 它其实是在这个里面有的 在这一个服务器返回的 这个响应数据是有的 那我们是请求的 哪一个网址呢 那就要我们看到 这个headers了 那就看这个headers了 这个headers里面的话 对吧 这个requestheaders和 UL request的一个 请求方式 这个的话 就是请求的一个网址 下面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所要发送 请求的一个方式 网址有了 方式有了 那我是不是对于 这个网址 直接发送一个get请求 就能过去我们的 一个M3U8的一个地址 然后这个网址是 对吧 有很多同学会说 那我们不应该 再去找一下 这个网址是从哪里来的吗 那这个网址是什么 是不是我们导航来的 这个网址 一模一样的吧 对不对 是不是一样的 同学们 那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想要的 这些M3U8的一个文件 UL 在它的一个网页源代码里面 其实就有的 M3U8 看到没 在它的网页源代码里面 就有这一个数据内容 这就是我们通过 一步一步去分析 然后找到它最终的一个数据 是从哪里来的 然后怎么才能通过 对吧 然后 找到它的一个源头 然后一步一步去获取 它的一个数据 对吧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去分析的 一个思路过程 不懂就问 那下载这一个视频能干啥 同学 你可能说下这一个视频 对吧 你可能说对你的用处不是很大 但是它的一个方式方法 是很重要的 而且 而且现在 做一些视频 新媒体的一个二次创作 很多的话 都是从网上找的一些视频素材 然后给它合集起来的 这特别像比如说什么呢 像抖音上面的一些 对吧 一些那种视频剪辑啊 就是 或者会把那些电视剧的 作为一个剪辑 他们也要去通过采集啊 好不好 OK吗 这个就是分析的一个过程 有同学还有没有不理解的 来都听懂的 思路跟上同学 给老师扣个一啊 都听懂的 思路跟上同学扣个一 或者刷个鲜花 OK吗 然后的话 网站有反扒机制怎么办 有反扒就有反反扒措施啊 它有反扒就有反反扒 对不对 点这个花 点括号不能格式化节省吗 点哪一个括号 点这个吗 我们都又不是一个 节省的一个数据啊 这里 对吧 这里是又不是节省数据 为什么要点这个呢 没必要啊 对吧 你点的话 如果说你是个节省数据的话 你点这个是可以的 点这个 好吧 OK吗 换HIDES 不只是换HIDES 反扒不仅仅是换HIDES 还是有挺多的 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第一个大步骤 就是获取 去分析我们数据的一个来源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代码实现的一个步骤了 代码实现的一个步骤 我们代码 去通过代码去实现的话 我们最终想要获取的是这个 获取的是视频的一个内容 那视频内容 是不是来自于M3U8的一个文件 M3U M3U8里面的话 只有我们的很多片段 所以说我们做 做写代码的话 我首先第一步要得到的 就是这一个 M3U8的一个文件内容 第一步要得到的 像我们爬虫 最基本的一个四个步骤的话 是发送请求 给大家稍微写一下 发送请求 到我们的一个什么 获取数据 然后呢 解析数据 最后的话是一个保存数据 基本的一个 四个步骤是这么去实现的 是这么走的 然后第一步的话 首先发送请求 对不对 是对于哪一个呢 对于我们视频的一个 详情页吧 发送请求 就这一个网址 对于我们这一个网址 发送一个请求 M3U8是一个视频格式 对 可以这么去理解 第二个的话 是我们的一个获取数据 这个获取数据的话 获取的是什么呢 获取的是这一个response 就是服务器返回的一个响应数据 懂吗 获取的是服务器返回的一个响应数据 response 第三步的话 解析数据 像解析数据的话 我们获取到的一个数据 是不是比较多 而且是比较乱的 我们要里面的 只要什么 我只要里面的一个 M3U8的一个文件 所以说我们是要干嘛呢 进行一个提取啊 就提取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内容 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内容 就比如说 视频标题啊 对吧 是我们想要的 然后这个M3U8的一个文件 URL也是我们想要的 这是前三步要做的一个内容 第四步的话 同理 也要发送一个请求 这个的话 就是对于我们这个M3U8的一个文件 URL发送一个请求 然后第五步 对吧 获取数据 获取的也是服务器返回的一个 Response数据 返回的是哪一个 返回的就是我们前面 所看到的这一个数据内容 返回的是这一个 得到的是这里 得到这一个的话 那我就要把里面的一个数据内容 给它提取出来 解析数据 提取什么 提取所有的一个TS的一个文件内容 我们TS的一个文件 是不是在这个中心是有的 然后有一些七七八八的东西 是我们不要的 所以说我们要把它 我要的内容给它替换出来 好吧 那替换出来之后的话 那就是第七步了 我们把所有的文件都给它取出来 那最后的话就保存数据嘛 保存数据 然后合并成 一个完整的一个MP4文件 文件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一个案例啊 前半部分的一个内容 那后半部分的话 我临时干嘛呢 要进行一个什么 多个数据的一个采集 或者多个视频的一个采集 这就是整个的一个上课的一个流程 以及相关的一个分析的一个思路 和代码怎么去实现的一个步骤 就给大家已经就 说的还是相对而言 应该还是比较清楚的 还是比较清楚的 可以给大家解个图 然后这个图的话 你们可以稍微保存一下 对吧 相当于一个上课的一个笔记吧 有问题吗 对于前面这里的话 应该还有没有不太清楚的地方 都可以问一下 给大家留一个时间问 清楚明白 OK TS是什么 对吧 同学 这是刚进来的一个同学 如果说刚进来的话 你们可以去找 客户的话 可以去找我们那个木制老师 要一下录播 好吧 然后TS文件的话 它就是一个视频的一个片段 视频的一个片段 OK吧 片段 好吧 不是因为你是小白 是因为你一开始没有听 因为你一开始是进来比较晚 因为我们开始的话 是有讲过这一个内容的 合并视频要用copy吗 不需要 不需要 对啊 不需要 反反爬怎么爬 反反爬怎么爬的话 那你就要去学相关的内容 像封IP的话 那你用IP代理 有验证码的话 你就破验证码 有GS加密的话 你就GS解密 有字体反爬的话 那你就是找它的一个字体文件 然后做音色 对不对 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好吧 那么首先的话 就按照这一个步骤 进行一个走 好吧 OK吧 那么首先的话 是发送请求 第一步 同学跟你说了 我们 你们提问的话 对吧 尽可能是关于本节课的一个内容 对吧 关于本节课的内容 因为如果说你不是本节课的内容的话 你可以等到课后 我们讲完内容之后再问 或者说你课前 我们一般我们会提前开课 课前问也可以 或者客户问都可以 因为课中去问的话 跟本节课不相关的话 会比较耽误大家的一个 上课的一个进度 好吧 OK吧 那么首先的话 就发送一个请求 发送一个请求 那么可以先干嘛呢 导入一个数据请求的一个模块 Request 给大家备注一下吧 导入数据请求模块 这个模块的话 是需要大家去安装的 进行一个安装 PIP Install Request 有没有同学不会安装的 如果说你们不太会安装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里啊 点击我们这一个终端 对不对 点击我们拍下里面这个终端 然后呢 直接输入这个命令就好了 回测一下 就可以进行一个安装 对吧 就可以进行安装 好吧 就把这个命令输入进去 然后回测一下就可以了 或者呢 你在CMD里面也可以啊 在拍下的终端也可以 这个就是安装的一个方式啊 然后我们确定一下 我们所发送请求的一个URL地址 直接就给它复制过来 在我们发送的时候 像我们前面就有同学说 反爬了怎么办 对 会又遇到反爬怎么办 这里的话会有一个简单的一个 反反爬手段啊 最简单的一种 简单的一个反反爬 就是干嘛呢 对于我们的一个Python代码 进行一个伪装 进行伪装 因为如果说我们不进行伪装的话 是非常容易被识别出来 你是一个爬送程序 从而导致别人不给你数据 那这个伪装的话 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添加一个Headers 加一个Headers 请求头 对的 那这个Headers请求头的话 是吧 去哪里找呢 就是在我们这里开发者工具里面 你随便找一个数据包都可以啊 任何一个数据包 我们只要它的一个什么 UA就好了 User Agent 它每一个数据包的UA 都是长得一模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原因是在于什么呢 原因我们都是这一个浏览器 都是这个浏览器 所以说它的有个User Agent 都是一模一样的 复制过来 然后给它添加上引号 添加上引号 这个的话 给大家简单的一个注视一下吧 给大家写一些简单的一个笔记 对不对 这个UA的话 简称是UA User Agent 简称UA 它是用户代理的一个意思 表示的是什么呢 浏览器的一个基本身份标识 身份标识 所以说我们对于 我们一直用的是什么呢 我用的是这一个浏览器 用的是谷歌浏览器 是这一个电脑 用的这一个谷歌浏览器 然后所以说它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信息都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说无论说你去看哪一个数据包 它的样子都是长一样的 无论说你去进哪一个网页 它的一个User Agent都是这个 都是这个 解析可以用XPass吗 今天不适合用XPass 今天用正则是最好去提取的 用XPass不好取 然后呢 我们加上伪装之后的话 那我们就对于这个网站 发送一个请求 用我们Request 点上我们的GET请求方法 把我们相应的一个URL 以及我们这个Headers 都给它传进去 最后的话 我们就用一个Response的一个变量 接受一下它返回的一个数据内容 那这个数据的话 我们打印之后的话 它返回的是什么 返回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响应对象 就是一个对象 这里获取数据 获取的是它的一个响应对象 我们直接是打印它的 Response的话 返回的就是这个 那这个的话 对不对 首先兼括号的话 在我们Pathom里面 是表示的是一个对象的意思 然后这个200的话 它其实就是一个状态码 表示的是请求成功 状态码 表示的是一个什么 请求成功 成功 那我要获取它的一个网易元码 对啊 要获取像这种 就是前面所看到的那一个 像这样子的一个数据内容 我们是需要加上一个.tax的 因为我们是获取它的一个网易元码 也是相当于获取的是什么呢 获取的是响应体 获取的是响应体 对象的一个文本数据 文本数据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加上一个.tax的话 再运行一下 那它就会得到我们相应想要的一个数据内容了 就这个 好吧 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个网易元码 那在这个网易元码里面的话 我们就要对它进行一些数据解析了 OK吧 这就是前面发送请求 以及获取数据的两个步骤 两个最基本的步骤 还是相对而言是比较简单的 比较简单的 有没有同学不太清楚的 这一块有没有同学不懂的 来都听懂的同学刷个鲜花 如果说都听懂的 跟上的同学刷个鲜花 如果不清楚的话 你可以问一下哪一行代码 都OK的话 那么就是第三步了 第三步 OK吧 都没问题 解析数据的话 其实很多同学在这里会用的说 对吧 XPAS 对不对 也会同学会CSS 也有R1 这三个的话 都是属于一个什么呢 解析方式 解析方式 常用的三种解析方式 都是这一个 OK吧 都是这一个 但是 对于情况来说的话 对于不同的情况 可以采用不一样的方式 一样的一个方式 因为这三种方式的话 我们永远选择的是什么呢 就最方便的 哪种最好用 最方便 就用哪一种 有些人说 我们今天 对吧 能不能用XPAS 来我告诉你 我们的数据是在哪里 是这个第85行 这一段 我是要的是这一段内容 你告诉我XPAS是什么取 好取吗 我想要的是85行 这一行数据 这一段数据内容 如果说我用XPAS去提取的话 嗯 好取吗 不好取吧 对不对 是不是不好取 对不对 嗯 采用 对吧 同学不要 虽然说打错了 但是理解一下意思 然后我现在是 对吧 有点 没关系 改一下就好了 这个的话 是用正则会更加方便一些 更加方便一些 或者说我们去取一个 对吧 或者说我们是取一个标题 它的一个标题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对 也可以进行一个采集嘛 像我们用正则取的话 会像像这种有标签的 像这个有标签的 我们可能说用一个什么 XPAS或者CSS 会好取一些 像这里面的话 我们用正则会更加方便 更加方便 那么首先的话 先取一下它的一个标题 我们看一下它的标题 在哪个地方是有 不是我一个人有小肚子吧 来先 嗯 这里是不是有一个 哇 这里就有个标题吗 那我直接能不能复制这个 好吧 那我直接复制这个吧 复制这个H1标签 好吧 直接给它复制过来 那么首先 先导入一个模块 导入一个正则表达是模块 表达是模块 import我们的一个RE 这个的话 是我们的一个内置模块 内置模块 就是不需要再去安装了 不需要安装 因为你安装好环境的话 它就会有的 然后呢 RE点上一个方道 我们刚刚是不是 我们想要的是在这里吗 那我直接就给它复制过来 我想要的内容 我就给它复制过来 复制过来之后的话 我要取的是什么 要取的是中间这一段内容吧 中间这一段内容的话 我们就用一个括号 括起来 用个括号 点新闻表示 然后从哪里去匹配呢 这个是我们 想要的一个数据 是什么样子的 那我们总得告诉它 我想要的数据 是从哪里来的吧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在后面的话 还要加上一个数据的一个 匹配的一个出处 去从哪里匹配 那我们要从这个什么 response.text里面去匹配 匹配得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title 用一个变量 去给它接受一下 你要匹配数据的话 就用个括号点新闻 括号点新闻的话 就表示的说 我想要的是什么 想要的是中间这一段内容 然后后面这一个的话 就是表示的 我们是从哪里去匹配数据 我们是从这个response.text里面去匹配数据的 那我们就可以干嘛呢 print打印一下这个title 它就会把相应的一个数据内容 给我们提取出来 对不对 是不是已经取出来了 取出来的一个数据的话 它返回的一个是什么呢 返回的是我们的一个列表 正则表达是提取的数据内容 表达是提取出来的一个数据的话 它是一个什么 列表的一个数据类型 类型 像我们做数据保存的话 或者说做文件名的话 我们一般通常所要的是一个字符串数据 是一个字符串数据 所以说我们要把里面的东西给它替换出来 给它取出来 取个0就好了 列表取0嘛 它只有一个元素直接给它取出来就OK了 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它的一个标题就得到了 匹配所有知道后面有限制的吧 对 加了问号 就相当于什么呢 匹配的是什么 前面是这么一段内容的 后面是这么一段内容的 对吧 有一个数据格式嘛 对啊 我只要中间这一个 只要中间这一个 就相当于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按正常的话 比如1221212122 对吧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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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如果说是这种的话 你写一个什么 1括号 点心问 然后再一个1 那它就会把 从1开始计数 1后面的 到哪里呢 到下 下一个1 截止 那中间这个22就会匹配出来 那这个22也会匹配出来 这个也匹配出来 就这么个意思啊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能理解吗 同学们 这个正则能理解了吧 来来 有都理解的同学 扣个1啊 不理解的话 我们可以给大家讲的详细一点点 OK啊 能就行 万能的 万能的点心问 万能的括号点心问 非常万能 非常万能 OK啊 那么接下来的话 就要取我们的一个M3U8了 那我们M3U8的一个文件 对吧 那我们首先的话 看一下是在哪个地方 那我们在这边复制吧 在这边进行个复制 会好一些可能 第85行 85行我记得 我要的是什么 我要的是这个 后面的内容 那我先给它复制过来 对吧 这个后面的内容 我就用个括号点 心问表示 那匹配到哪里结束呢 对不对 匹配到哪里结束啊 我们就往最后滑吧 往最后滑 是不是匹配到 这个分号结束啊 对 匹配到这个分号结束 那我们直接写一个分号吧 直接写一个分号 但如果说 直接写一个分号的话 好像有点问题啊 我如果说 我这样子写的话 会有一点问题 Response 点上一个text 先给大家演示看一下吧 取个0 然后的话 我们用一个M3 HTML Data吧 接受一下 接受一下数据 对 我们从这个上面来看的话 是匹配到那一个分号结束 但是如果说 直接是这样子去匹配的话 会有一点点问题啊 会有一点点问题 给你们看一下 有什么问题呢 来我们随便写一下 它会中间断掉 它会中间断掉 给你们看一下 我们评伙最后的话 没问题啊 没问题 没问题的话 可能是我之前写的 另外一个网站有问题 对吧 那这里的话就是 没有问题的 那就OK吧 那就OK 因为有些 我说的有问题的原因 在哪里呢 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 就很多老师说 你怎么有点 多多少少 怎么有点神经质啊 会什么 会有一点问题啊 对吧 就原因是在于 它有一些里面的URL 或者说有一些文件 字段名 它会带分号 如果说它有些是带分号的话 那我们可能就从中间 给它匹配到了 能理解吗 就如果说 这一段数据中间 有一个分号的话 它不仅是最后有分号 然后中间也有分号的话 那我们只能就匹配到前半段 而后半段数据 我们就匹配不到 能理解这个意思吧 那怎么解决 对吧 那怎么解决的话 如果说是遇到这种情况 遇到这种情况 那就是点心 我全都要 就是点心 我给你先截个图 截个图 点心问的话 表示的是匹配中间这一段内容 表示是吗 从这个等号 从前面这一段开始匹配 匹配到这个分号结束 对不对 那还有一种写法呢 如果说它中间有一个分号的话 在半路当中就已经隔断了 那怎么办呢 用点心 点心这个方法 点心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后面所有的数据 我全都要 后面所有的数据 我全部都要 就没有一个限制了 我就不会说 匹配到这一个分号这里截止了 那我就把所有的东西给它取出来 然后最后大不了就把怎么 把这一个分号给它删掉嘛 给它删掉就好了 贪婪匹配模式 对的 这个就是贪婪匹配和非贪婪匹配的一个区别 很好理解吧 贪婪匹配 与什么呢 非贪婪 那有同学能告诉我哪个是非贪婪吗 对不对 有问号的话 它是一个非贪婪匹配 没有问号 它就是贪婪匹配 因为有问号的话 它知道节制呀 对吧 对不对 知道节制 小鲁一群 大鲁 对吧 上身 对吧 知道节制 好吧 这个是有问号 它知道节制 就是我们到这里的话 我就不要 该不要的东西 我就不要了 那是不是问号呢 它就不懂得节制 就是无所谓的 对吧 我就全都都要 你别跟我说 整那些什么东西 不要不要的 我都要 反正从头到尾 我全部都要 好吧 OK吧 这就是贪婪匹配和非贪婪匹配的一个区别 那这里面的话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相应的一个数据内容 那我们得到了一个数据的话 它给我们返回的一个内容是什么呢 给大家看一下 返回的这个数据类型 来问一下大门 问一下大家 这个是什么数据类型 对吧 经常问的 我每次讲到这个地方的话 我都要问一下你们 因为每次这里的话 都有人搞错 能不能告诉我 这一个数据是什么数据类型 它的一个数据类型 是什么样子的 嗯 数据类型 是什么 对吧 每次都问 Jason 对吧 是吧 每次都问 每次都有人说字典 每次都有人说Jason 好吧 他是字符串 字符串 好吧 他是个字符串 真的是我每次 为什么 这也是我为什么 每次都要给大家问的原因 来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一个数据类型 给你们看一下数据类型 它是一个字符串的 一个数据类型 OK吗 不是 不是那个 不是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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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同学们失望了吧 难不难受 都错了 对你们都错了 这也是我为什么 每次都要去强调的一个点 因为很多东西都会搞错啊 对 因为我们是 正者表达是 是直接干嘛呢 是对于 字符串数据 进行的一个提取 返回的一个数据 返回的数据啊 是列表的一个数据类型 然后我们给它取出来 把列表里面的数据给它取出来 它其实它还是个字符串 它还是个字符串 但是呢 我们这里可以干嘛呢 对它进行个数据类型转换 那接下来的话 就是字符串转我们的一个什么呢 转我们的一个字典数据 字典 字符串转字典的话 它有一个前提 这给大家写一下嘛 有一个前提 前提是什么 不能说 你想转就转 它又要有一个什么 完整的一个数据结构 必须得完整的数据结构 好不好 这个东西的话 你一定要完整 你不完整的话 会报错的 那么导入一个模块吧 这里的话 就要导入我们的一个接生模块 这个模块也是自带的 Import我们的一个接生 对 内置模块 不需要安装 用接生里面的一个点 Louds的一个方法 接生点上我们的一个Louds 把我的什么呢 HTML Data给它传进去 然后呢 我们再用一个 接生Data的一个变量 给它取一下 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接生数据了 给它打印看一下 Prent我们的一个 接生 对不对 然后它的一个数据类型 我也给你们打印看一下 TYPE TYPE 然后我们的一个接生 Data 再给它运行一遍 是不是 这里有一个细节 细节在哪里呢 如果说你看它是双引号的话 基本上 如果说我们在PyChart里面 你看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类型 花括号的一个类型 然后里面的一个 字符传数据是一个双引号 那你就要知道 它应该是一个字符传 为什么呢 原因在于 原因在于这一个地方 它在外面的话 它是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引号的 它有一个引号 像我们这个字符传数据 也是那样的 它在这个地方 是有一个引号的 为什么 它是个粉色的 好吧 能理解吧 它其实外面是有一个引号的 因为我们单引号的话 单引号里面 必须得用双引号 或者说外面是双引号的话 里面就是必须单引号 一般情况的话 它默认是有一个单引号 只是说它没有显示出来 对吧 怎么知道它才是不是不完整的 它包错了就不完整 它包错了就不完整 好吧 比如说我们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一个数据 给大家简单的一个 简单的一个演示一下吧 如果说它是这么一个数据 好吧 然后呢 我们通过一个什么呢 通过我们的一个节省模块 import 我们的一个节省 这样子去给它进行一个转换的话 它就会报错 我们这个string 对 我直接运行吧 我都不需要打印了 它会报错 看到没 它就会给你报这一个错误 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节省数据 它没有 有头有尾的 你必须前面有花过号的话 然后格式完整的话 它后面这个地方的话 它应该也是有什么呢 有一个花过号的 好吧 它是一个数据 结构是完整的 OK吗 简单讲一下 简单讲一下 知道就行了 不完整的时候该如何 不完整的话 说明你取的问题有问题 你取的数据有问题 要么它不是 要么 就是你取的数据有问题 没有其他的 就是你取的数据有问题 没有其他的 因为按正常的话 它一般都是一个完整的 那你没有取到完整的话 那它的一个数据 它就是有问题的 你取的就是有问题 第三个 我们导入一个什么呢 导入一个 Pipenter 对吧 格式化输出的一个模块 格式化输出 这模块 Import Pipenter 为什么打印这个模块 为什么用这个 因为我们想让它有一个 格式化的一个展示 能够把我们的一个数据 给它展开 因为我们用Pipenter打印的话 它是在一行里面 Printer打印是在一行 如果说是用Pipenter打印的话 它就会把我们这一个 整体的一个数据给它展开 这个打的是数据 打的打印的是数据类型 看一下 这就是两者打印方式的一个区别 Printer打印的话 它输入的是在一行 Pipenter打印的话 它是有一个展开的一个效果 一个展开的一个效果 OK吧 一个细节要找很多弯路 对 一个细节的话 要找很多弯路 一些东西 对于这种数据的话 就是我们接下来 是直接做一个什么呢 字典取值 字典取值 根据一个件值对 根据它的一个件值对取值 也就是冒号左边的 根据冒号左边的一个件 提取冒号右边的一个值 根据冒号左边的这个东西 提取冒号右边的内容 这就是我们字典取值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在哪里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直接搜一下吧 M3U8 看一下M3U8在哪里 在这个地方 对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UL 然后这个是4K的吧 那我取的话就取这一个吧 我们想要的数据在这里 那我就要干嘛呢 一个一个去提取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KJSON 然后在这里面 一个一个取的话 我们先取这一个 先取它 来我们一步步来 先取它 把它给取出来 我们打印前面这里 取前面这个 取出来之后的话 它给我返回的 就是右边的这个内容 返回的就是右边的这个内容 然后呢 我们要取的是什么 取的是这一个 取的是这个 取的是这个 那后面这一个是什么数据 对吧 这个我就不用说了吧 你看到它 那我再问一遍好吧 同学们 这一个是什么数据类型 这个数据是什么数据类型 能告诉我们吗 那它是字典吗 它是字典吗 字不算了吧 对 字不算了吧 是吧 是军的吧 对吧 所以说我们还需要干嘛呢 做一个二次的 做一个二次的 给它转 转类型 给它转两次 接生点一个 给它转两次 再转一次 转出来之后的话 它又是一个接生数据了 又变成了一个接生数据了 那这个接生数据 我想要的一个URL地址在哪里 我想要的一个URL地址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 Pprint打印吧 点一个Pprint 我给它打印一下 因为打印出来的话 会好看一些 不打印的话 你们看得不太清楚 对不对 又给它打印一下 打印之后的话 我想要的一个数据 它是在哪里 是不是这个URL 这个是那一个M3U8的URL吧 那我们再一个一个取嘛 取什么呢 取它这个吧 取了这个之后 它返回的是一个什么 返回的是个列表 列表的话 我首先取0个元素 就取它第一个 第一个元素就好了 然后它返回的是这个 返回它之后的话 我们再取这一个 再取它 然后呢 再是一个列表 又是一个列表 又是一个列表 那列表的话 那我再取个0 取个0的话 那返回的是第一个数据 然后再取backupURL 就一层一层往里面取 然后取backupURL之后的话 它返回的又是个列表 那再取个0 对吧 我这个有点挡住了 那我们再取个0 对 这样子一层一层取下来之后的话 它就是得到的 就是我们这个URL地址了 就这个URL地址 就套娃 真的是套娃 就一层一层往里面去 先取这个 然后再取里面这一段内容 然后再取它 然后再取返回的是个列表 然后再取列表第一个元素 然后再取它 然后再取里面的 就一层一层去 一层一层去 真的是为了这五秒 一套又一套 对啊 就一下子为了这五秒钟 一下子又一下子 所以说这些的话 都是要一步一步去做的 M3U8 URL 那我们就用这个变量 给它接收一下数据吧 那么就可以直接啊 打印一下啊 打印一下这个URL 以及呢 我们的一个title标题 这个注释的话 我们就写在前面吧 嗯 好吧 这里的话 我们的一个URL地址就得到了 这也就是我们前三个步骤 所做的一些东西 唯一比较复杂一点的话 就可能说是解析数据这一块 解析数据这一块 会稍微复杂一点点 对 稍微复杂一点点 为什么不用正则 直接取 取URL 你可以直接取 可以直接取 也可以干嘛呢 可以直接取 我只是想多给它讲一点知识点 对吧 只是为了干嘛 给你们多讲点知识点 可以直接通过什么呢 RE去 正则提取 对吧 我用通过正则提取的话 我直接干嘛呢 我都不需要转类型 我直接取里面的这个数据就好了 但是 但是像这种东西的话 多学一点东西好一点嘛 因为正则的话 你们像通过这两步的话 应该都差不多啊 都会用这个典型问的 不然我又给大家用个典型问的话 对吧 重复的内容可以少给大家讲一点 OK吗 方式方法不重要 所以说我们在做一些 做一些案例 对吧 的时候 方式方法 不重要 对吧 过程不重要 对吧 只要有结果 有一个什么 结果就OK 只要 只要结果没问题就可以了 好吧 这就是我们前三步的一个内容 那我们接下来第四步 对于前面这个解析数据 还有没有不清楚的同学 没有了吧 都OK的同学刷个新话 都OK的同学刷个新话 那我顺便喝个水啊 有点干 我爱你老婆 怎么还有同学取这个名字啊 那么发送请求的话 这里我就给大家稍微加快一下速度了 因为这个发送请求 就不需要多说了吧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 M3U8 我们这里是对于一个M3U8的一个URL发送请求 然后获取它的一个什么 文本数据 那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直接对吧 用一个M3U8的一个data 接收一下数据流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第四步和第四步和第五步一行代码写完 因为发送请求的话不需要过多去详解 因为前面讲第一步和第二步的时候已经给大家说过了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printer打印一下这个M3U8 data OK吧 相应的数据就有了 对吧 我们的一个4K 4K的一个分辨率 然后的话我们的一个TS文件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就要干嘛呢 进行一个第六步啊 进行一个第六步 提取我们的一个TS的一个URL 提取我们的一个TS 老师再讲一下转接生 就是这么转的 你记住这个方式就好了 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自主创 对吧 放一个什么呢 这一个是我们的一个视频 放一个视频进去就好了 对吧 就这样子的 那么要去取里面的内容 那在这个地方的话 同样的 同样的又给大家讲一种方式啊 对吧 这里的话 有没有同学会觉得 我可以用正则给它提取出来 用正则吧 用放到二的一个方法 对吧 用点心问 是不是我们要的是什么 我要的是中间这一段内容 是不是可以用点心问 给它提取出来 那在这里的话 我又给它换一种方式啊 又换一种换什么呢 不用放到二的一个方法了 用一个什么呢 SUB SUB替换 I点上SUB 放到二的话是查找查询嘛 SUB的话 它就是替换的意思 替换替补 对不对 我们放到二是获得 我们想要的 替换的话 那就是我们可以干嘛呢 用它去删除 或者说替换掉 我们不想要的 是不是 这是两种方式啊 所以说过程不重要 过程不重要 那怎么去替换呢 替换的话 它有三个 它有三个参数 三个基本的参数 第一个的话 是什么 我们那个匹配规则 第二个的话 对吧 第一个匹配规则 我要替换什么内容 我要把什么东西 给它替换掉 我是不是要把这些什么 警号键EX给它替换掉 这什么EX 这些这些这些 都给它替换掉 是不是 那我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要用什么呢 这里的话 就要用贪婪匹配了 同学们 这就要贪了 你不贪的话 就麻烦一些 你要是贪了的话 那就什么呢 X1 点心 X1点心 我是不是可以把所有的 这个东西给它 匹配出来了 都给它是不是选中了 同学们 看到没有 是不是已经都选中了 那选中的话 我们把这些东西 替换出来的话 我给它替换成什么呢 替换成一个空的嘛 替换成一个空的嘛 是不是 从哪里替换 从我这个M3U8 DATA里面去替换 那我最后还是用这个变量 给它接收一下 就可以了 来我们直接运行一下 它就会把相应的东西 全部删掉 简单吧 是不是so easy呀 同学们 是不是so easy呀 同学 是不是好简单啊 对不对 那这个的话 我们要干嘛呢 用一个分割啊 点上我们的一个slip slip分割 这个的话可能又是一个新的字典 字符上分割 对啊 分割 好吧 它默认的话 我记得是一个空格啊 默认是一个空格分割的 你也可以干嘛呢 指定一个参数啊 你也可以指定它的一个 以什么分割 我不加的话 它就会自动会把这些 把这些数字 以这些东西空格 给它分割开来 给它运行一下 它就会变成我们的一个列表 就变成个列表 然后列表里面 每一个元素的话 都是我们这一个ts的一个文件 都是ts文件 那我们就可以干嘛呢 给它for便利一下 forlink 因我们的一个什么 m3u8data 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一个数据流 就给它取出来了 取出来了 但是啊 数据不完整啊 数据不完整 对 这个数据是不完整的 好吧 这个数据它是不完整的 printer看一下那一个 节省data嘛 里面是啥 同学你是刚进来吗 同学你是刚进来的吧 啊 这刚进来的同学 你可以去找木子老师 要一下 coco的录播 对吧 那或者说晚一点 我再给你看好吧 晚一点再给你看 好吧 那么得到的这一个是什么呢 我们得到的这一个 是ts的一个文件 ts的文件 这个url的话 它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url地址 它并非一个完整的 完整的是长什么样子的 嗯 完整的长这个样子啊 长这么个样子 前面是不是一个httbs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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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这里 我们取到的是什么呢 我们取到的只有后面这一段内容 只有后面这些内容 看到没 我只有这些 那前面这一段内容 我们是不是没有 这段没有的话 那我就需要干嘛呢 给它拼接一下嘛 给它构建完整嘛 字符串拼接 相加 不就o了吗 那ts的一个url 等于什么 等于我前面这一段 加上我们这个 link 是吧 都加上我们这个link 就可以了 就能构建成一个 完整的url 然后的话 我们再给它一个tsname 给它一个tsname tsname的话 我就取什么呢 取这个 取这个小原点 break一下吧 用我们的一个link 点上我们的一个split 以什么呢 以我们这个 因为我们这个 逗号吧 一个这个点啊 以这个点作为分割 以这个点作为分割 把它分成我们的一个好几段 对 然后前面有同学说 想看一下这个json的 打印一下 顺便一起看啊 直接运行 这就是前面的一个json数据啊 printer打印一下jsondata 然后后面的话 对吧 我们没有打印这个内容 应该打印这个 是不是 这个split的话 它就会以这个 以这个点 把我们的一个数据内容 给它分割开来 分割的话 我要它这个0 那我直接取1就好了 取1就可以了 那呢 一个ts的一个url 以及它tsname的话 我们就可以都取到了 都取到了 看到没有 000 001 0002 400 0003 它相应的一个数据类型 我就都有了 都有了 对 有数据的话 那我是不是可以开始保存了 有数据的话 我们是不是去开始第七步 保存数据了 保存数据 直接写吧 保存数据 欧了吧 懂了懂了 懂了是吧 来都 前面都没问题 扣个1 刷个鲜花 对吧 没问题 刷个鲜花 扣个1 有问题就问 是吧 有问题就问 OK啊 那么接下来的话 接下来干嘛呢 保存数据 有没有同学知道 怎么保存数据 如何保存 怎么保存 同学们 把你的一个想法说一下 大胆的说一下 对吧 我们也 大家一起动动脑筋嘛 对吧 不要知识听者 我们也动动脑筋 开 一切评全评感觉 存到Excel 我 我 我 同学 存到Excel 你是怎么想的 存到Excel 这位同学 你是怎么想的 能不能说 说一下你的一个想法 对吧 存到TXT 怎么想的 我们是保存了一个文本 保存的是一个 配保存文本 保存了一个视频 保存视频是获取数据的 获取二进制数据 先给大家请求一下 对这一个URL 发送一个请求 URL等于我们的一个TSURL 对吧 这Headers我也给大家加上吧 Headers等于Headers 点上我们的一个什么 Content 那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 TSContent 的一个内容 然后呢 然后通过我们的一个 VSopen VSopen 进行个保存 那TSNAME的话 对啊 给它一个名字 TSNAME 加上我们点MP4的一个后缀吧 保存方式 Model等于一个WDB S我们的一个F F点上一个Write 把我们的TSContent 给它写进去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每一个视频频段 都给它采集下来 不要链接 我们肯定是要数据的 我们不仅仅直接要链接啊 我要把它里面的一个数据 给它获取下来 那我们直接保存的话 是不是它所有的一个TS文件 就就在保存下载了 我没有 我没有指定文件夹啊 我没有指定文件夹啊 所以说它把数据的话 都会保存在这个里面 都会保存在这个 这个地方 还有这个DEMO 也给它删了 有这没用啊 一个片段 两个片段 它一共是18个 19个片段 0到18嘛 一共是19个片段 那我们点击播放一下吧 能提到声音吗 同学们 我放大一点好吧 对不对 这个的话是保存我们的一个片段 保存我们的一个片段 不能保存一个文件夹吗 肯定可以保存文件夹 肯定可以保存一个文件夹的 保存一个文件夹的话 方式方法挺多的 很多种啊 这个的话是视频的一个片段 像如果说 你想要保存到一个文件夹里面的话 其实很简单 如果说有一种是手动的 有一个是干嘛呢 有个是自动的 有个手动的 有个自动的 这些什么东西啊 给它删了 对不对 我们先把这个拖进去啊 给你们先看一下手动怎么保存 手动有一个比较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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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数据是不是都在这里面 你们可以干嘛呢 直接给它添加亚述包啊 添加到一个亚述包 然后仅存储 把后续改成MP4就完事了 这样的话就可以干嘛呢 合并成为一个完整的一个视频内容 合并成为一个完整的一个视频内容 一共一分多 是有声音的吧 你们应该是能听到声音的吧 我看的是比较小的 这个的话是手动进行安装的 如果说你通过代码的话 对吧 如果说你是通过代码的话 你可以用JPFail这个模块 也可以干嘛呢 对吧 也可以追加写入啊 也可以改下我们的保存方式 我们保存方式 WB这个东西 同学们知道吗 保存方式有多少种啊 数据保存方式 了解过吗 同学们 数据的一个保存方式 好多好多 居然打码 哪里有打码 没有打码 哪里有打码吗 没有打码 没有打码 我怎么关不掉了 A是吧 WA 是不是 我们是可以用一个东西的 用一个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有几种保存方式 来我们直接看它的原码 按住Country键 加鼠标左键 可以点进去 看一下它的一个 Open的一个原码 它原码的话 它在这个地方的话 就会告诉你有多少种方式 比如说RWX 对吧 A R的话是读嘛 给你看一下 不能替换 R的话是读 对吧 读的意思 默认是读啊 然后W呢 是写入啊 W的话就写入 对吧 写入文件 然后呢 我们X对吧 又是啥 看到没 X用的比较少 创建一个新文件 你也要打开 并且写入 A的话 是追加 A加的话 打开写入 如果说存在的话 就加在后面 文件末尾 然后B的话 就是二进制模式 这是我们大家可能了解 比较多的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改一个什么呢 改一个AB 它就可以了 改一个AB 就OK了 把这个保存方式改成AB A的话是追加 B的话是二进制模式 所以说我们AB的话 就追加保存 然后追加保存的话 怎么去做呢 把我们的一个什么呢 把我们这个TSNAME的话 我们就不要了 这TSNAME就不要了 还要它干啥呢 对我只要哪一个的 要这个Title就好了 保存到这一个文件夹里面 保存到这个标题 以这个标题作为一个文件名 命名就好了 对不对 这个是中文还是英文 应该会报错啊 它应该会报错啊 那不会报错了 那就不会报错了 对吧 原本以为会报错 然后突然看到一下 它不会报错了 这个是中文问号 中文的问号的话 它就不会报错 现在的话是正在保存啊 正在保存 正在进行一个保存 那我们就等一下 等它保存完吧 等它保存完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 你看到没有 还在这保存中 稍微等一下 Title就是这一个 同学 这不是已经打印了吗 这个已经打印了呀 同学 这个已经打印 它就是个标题呀 之前就打印过了呀 对 老师你这翻译软件 你可以去找目指老师呀 翻译的软件 可以找目指老师呀 那这一个的话 完整的一个视频 我就保存完了 那直接点击播放吧 完整的一个视频 看到没 它有标题 有内容 好吧 来大家冷静一下 看一看 对吧 听歌听这么久 多多少少 有点腻了 有点烦恼 对吧 可能说有一点 枯燥滑味 给大家看一下 为什么还有马 我也发现了 突然之间真的有马